我们接下来介绍种子萌发的过程 下面是整个流程 简单来说就是吸水 这是很重要的过程 当种子吸了水之后 你的酵素溶于水 可以让酵素开始催换你的瘦子 也就是说我们细胞里的化学反应 几乎都在水溶液中进行 所以瘦子要溶于水 酵素要溶于水 才可以进行代谢作用 代谢作用在吸水过程当中 不但你吸水膨胀 你的表皮会裂开 所以膨胀之后 裂开之后会吸更多水 所以吸水的过程 吸水程度会越来越强 一开始吸一点点 先让种子膨胀 然后之后膨胀之后 种皮就裂开来 就有更多的水可以渗入 所以水会越吸越多 那水就溶解了瘦子跟酵素 进行催化反应 这时候你的胚根会长出来 胚根就往土里面扎 长出它的成熟部 继续吸更多水 所以种皮裂开 或长出胚根 都会让你这个幼苗 吸收更多的水了 好 胚根就长出出生根 出生根让你长出更多的 吸收更多的水 好 那根长完之后呢 就开始你的胚轴开始延长 最后你的胚牙 就往上长出出生液 来行光合作用 而子叶会慢慢萎缩掉 因为里面的养分 被你的幼苗吸收掉了 萎缩掉之后 最后子叶就掉下来 那你的幼苗就形成 那我这边有三阶段 各位当参考就好了 这其实阶段分很多 包含先快入吸水 膨大 然后含水率增加 造成你的胚根开始突破 最后呢 根根牙开始生长 含水率也是不断地增加 所以含水率本来就要不断地增加 最后就完成萌牙了 好 我们用这个图来讲讲 整个萌牙的过程 有一些种子 萌牙固人当中 先长出的是胚根 而胚根长出来的根 就叫做出生根 然后你的那个胚轴 尤其是下胚轴 先讲什么叫下胚轴 下胚轴就是在指叶往下 就在这边 叫指叶的下面 叫下胚轴 那指叶的上面呢 就是上胚轴了 所以我们以子叶为界 把胚轴奔上下 那你看这一开始 我的那个下胚轴 把子叶举起来 离开土壤 然后子叶张开 里面的右芽 就右那个胚芽就长出叶子 这是一种样子 好各位你们现在看的是 常见的双子叶植物的发芽过程 小时候种豆 豆树长出这个样子 你会发现说 原来双子叶的豆子 它可以把子叶拉出土壤 但如果接你这种是单子叶就不是 像玉米 它的胚根往下长 胚芽往上长 而胚芽会先长出这个构造 你们看过它吗 芽翘还记得吗 芽翘里面就是它真正的右芽 所以你只见芽翘 芽在里面 那就是同时往下同时往上 最后这个芽翘的芽就长出来 形成它的叶子 好这叫做 我不把子叶拉出土壤 这是单子叶植物的种子 萌发成幼苗的过程 对吧 对吧 谢谢大家